Hello,老师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伴部瑞德的Cathy 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ERF的贩毒大会上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贩毒之路,背景,实践及反思 那么在过去的几年,我们一直深耕于贩毒的这种实践 跟很多学校,机构,家长,一线的老师都有很多贩毒方面的开展的交流 那么我们把我们交流的一些心得进行了总结 其中也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案 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 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的话会包括三个方面 那第一呢是英语贩毒在中国的发展 我们从最初不重视阅读到慢慢的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人重视阅读的这样一个过程 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在贩毒过程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总结 那么我们又是针对这些问题做了哪些尝试 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做尝试和迭代 那么在目前为止我们会期待未来的贩毒大概是怎样去践行和落地的 那么在国内的贩毒发展是怎样的一个历程呢 我们大概总结为了三个阶段 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很多老师可能也都是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的英语学习是依旧上课、背单词、做题、考试 那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去重视上课的精读部分和做题的 但是并没有真正有很多的英文原版的阅读这样一个阶段在里面 所以最后我们学了很多年发现很多的人 其实要么到现在英语就忘得差不多了 要么就是见到老外 其实还是很难开口去进行一些流畅的交流的 所以带来很多的这个 而且更多的人是在这过程中学英语学的非常的痛苦 对英语的话其实是蛮恐惧的一件事情的 所以这个大概是第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阶段 那慢慢的过渡到2013年前后 在那个时间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大概的转折点 在2013年前后呢 全国各地有很多的绘本馆突然间爆发起来 有些理念非常好的老师就开始说 我要搞一个英文的绘本馆 那初心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很快在几年之间 大批的绘本馆也进行了倒闭 其实在那个阶段 我们的阅读基本上是形式大于了内容 因为我们去走访了很多的绘本馆 会发现很多绘本馆装修真的是很漂亮 环境也很好 但是呢最重要阅读这件事情 我们离不开的书是很缺乏的 那其实有些绘本馆就是装修很好 空间很大 但是书呢很少 有些其实还没有有一些爱读书的家里的书多 那么这样的绘本馆肯定阅读是做不起来的 那么还有一类绘本馆呢 他买了很多的书 但是呢这些书呢是没有一些明显的区分 没有一些体系 那他是摆设的也是挺杂乱无章的 东聘西凑的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呢其实也没有很好的落地 最后呢很多的绘本馆都开成了这种艺术中心 有点像于这种教学的大超市这样子的一种概念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把英语阅读落地的很好 在当年的时候我们对于英文读物分成哪几类 其实还是不太清楚的 那么我们很多的绘本馆都叫绘本馆嘛 其实是只有下面两种单本的绘本 或者是一些系列的读物 畅销的这种系列读物 比如说苍蝇小子呀 这个大内特呀等等这样的系列书 但是对于分级阅读或者是分级阅读课程 其实是没有的 那恰恰这两个方面对于我们非母女孩子的学习 或者是母女孩子学习都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工具 所以在书的这个分类上也不是很清晰 那么现在我们这几年的分级阅读 大家已经很了解了 这是一个进步 那在第三个阶段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阶段 已经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可贩读 我们已经在摸索和尝试不断的如何来进行贩读 因为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 已经身边看到很多很多的家长 他能够尝试到通过阅读长大的孩子 有明显的不同 那就在前两天跟家长聊天的时候 还有个家长说 他自己有两个娃 他是二胎的妈妈 大娃今年已经十几岁了 上这个初中的阶段 那么他在上海很好的这个外国语学校 学习也是很不错的 但是他大孩子那时候 没有这样一些理念 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和这样一个很好阅读学习的方法 很辛苦才能维持到一个水平 而且就在网上跨越是很困难的 学得非常辛苦 但他的二宝给他的惊喜非常明显 他就是通过幼儿园三岁以后 开始进行阅读 今年马上小学 他的孩子经过大量的阅读之后 已经可以听得懂出张书 这样子的难度的水平 所以他感触非常的深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阶段 几乎每个学校都认识到 英语学习 需要去做阅读的 因为啊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英语学习呢 就像是我们的弃墙的过程 我们学到的每一个单词 可能是这个墙上的砖头 但是广有这些单词是够吗 我们在弃墙的时候 只有砖头够不够呢 显然这个墙是不牢固的 因为我们希望单词与单词之间建立链接的话 我们还需要在这个墙上灌入水泥 才能把单词和单词之间建立一个联系 那这个呢 其实就好比我们语言的学习 我们光去寄语法 背单词 它们是相互独立的 我们只是知道了这个知识 那么很多人 我们知道男的用he 女的用she 但是我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依旧会犯错误 因为我们没有把语言的这个能力 通过大量的这个语境去习得 形成一种就自然而然的输出 我们是去计这个规则 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能力 就是知识和能力的差别 所以的话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人认识到 我们的这个英语阅读 一定是离不开阅读 尤其是课外阅读 就是大量的贩读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啊 我们很多的机构也说 我是在做阅读 我们跟学校的老师接触比较多 就问老师 哎你们机构是怎么做阅读的 那有老师说 啊我们会有绘本阅读课 啊我们开自然评读课 那其实这两种课的话 跟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贩读 还是有些区别的 因为国际贩读基金会 它给贩读总结一个概念 大概是read something quickly and enjoyably with adequate comprehension so they don't need a dictionary 那你就会发现啊 无论是绘本精读课 它一年金奖几本的金奖 它课堂奖的数量是非常少的 而且它的难度一般比较大 所以这两点 它都跟我们的这个贩读 本身的理念是有些差异的 那对于朗读和阅读理解 也是一样的 朗读的话 我们也有些很多机构说 啊我有做贩读啊 啊每次课后 我会让学生朗读一本书 然后我们会发现 很多很多的孩子 现在真的只会是朗读 这个读得出来文字是什么意思 其实不是很理解的 那这个的话 其实很头痛 因为朗读的话 它在前期很好 如果你朗读运用的很恰当 是非常棒的 但是如果过于讲 只是读出来 好像他就懂了 这个如果不知道意思 这个问题还是很大的 不是真正意的贩读 那同时的话 还有一些老师说 我做阅读 拿了一本阅读的这种 阅读理解 给孩子说 我们在做阅读 那其实在做阅读理解的过程当中 取决于这个语篇选的难度 是不是孩子合适的 那其次的话 真正的阅读孩子 应该是比较 enjoyable 当然你如果让孩子做题 那这个过程的话 其实它没有那么的enjoyable 所以的话 它是一个很难持续的事情 那它的情绪就不会太好 所以对于阅读 我们虽然说 英语贩读extensive reading 现在有很多人知道 它是很重要 但实际上我们在机构或者是老师 或者在实际教学操作过程当中 对于贩读还是有一些误解的 那么再一步说到 就是我们老师说 哎呦 我真的很想做贩读 但是呢 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问题 那么比如说 我们在开展一个贩读项目的时候 老师首先就会问到 啊 我们到底该读什么呢 啊 我们贩读老师要做什么呢 我们的贩读书怎么分类呢 啊 这种贩读的这个级别 各家都有各家的分籍 该怎么统一呢 哎呦 我怎么考孩子到底读懂了没有呢 等等 老师们会列了很多的问题 那还有类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孩子 大部分的时间 还是在家庭当中 如果想要把这个贩读 这件事情很好的发生起来 真的成为可能 一定离不开家庭和家长的配合 那么家庭和家长的配合 在实际 如何持续去开展贩读 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面对很多的困难 因为家长会说 啊 那个他不喜欢读啊 我们坚持读不了啊 没时间啊 我英语不好啊 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第三个阶段中 碰到的很多的问题 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总结 其实就相当于是 读什么 怎么读 以及如何持续去读 现在是认可了贩读的理念 但是呢 在开展贩读当中 会遇到这三个 比较令人头痛的问题 一个是读什么 一个是怎么读 以及如何持续的去读 那么针对这三个问题的话 我们在过去的几年 我们半步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跟学校和机构 不断的去沟通 希望找到一条 最适合于咱们中国孩子的贩读之路 把这样一个最无痛 最高效的学习方式 啊 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受益 那么在过去的几年 我们第一件事情 对于读什么 我们在好几年前啊 就推出一个1.0的这样一个读物 那给整合了很多的一语分级读物 同时呢 还给老师准备了贩读指导的手册 还会做了一些配套练习啊 标签啊等等 在2.0的时候 我们发现 哎 这个还不够 因为每一种分级读物 它都有自己的分类标准 于是呢 我们又引进了一个 最适合中国学生阅读 这个分类的标准 就是一个YL的分级标准 用一把尺子来衡量 所有不同的分级的读物 那同时的话 我们还引进了这个二语的读物 也就是最适合非母语国家的 用的这种分级阅读 那在3.0 以及现在的时候 我们在过去的这个读什么的基础上 以及如何分类的基础上 进一步做了一个改进 或者说进一步做了一些 更加能够希望贩读落地的一些变化和尝试 那就是叫我们的线上和线下 融合了一个纸质 智能分级阅读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阅读平台 加上阅读工具 来练通我们贩读各个的环节 那么我们一起就来看一下 我们在3.0现在做的哪些事 那么针对于刚刚我们提出来 总共的三个大的问题 第一块就是读什么 那读什么 我们一直很提倡的就是纸质书的阅读 因为纸质书的阅读 就是可以提供孩子的阅读能力 专注力 保护视力 能够沟通能力 记忆力和展示力 我们的孩子启蒙阶段这么小 那么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 未来能够与书作伴 能够爱书 喜欢读书 在小的时候他都没有触碰过书 他都没有认真的把书当作玩具去玩过 他怎么可能会喜欢呢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提倡的都是纸质书阅读 所以的话在纸质书阅读的方面 老师说那我到底能够需要哪些书 来开这样一个贩读项目呢 老师们不用担心 我们给老师想的特别特别的周到 我们把我们的书 按照学校的老师指导贩读 和家庭的借阅贩读 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归类和打包 就如大家看到的 那么学校的贩读的这个班级的指导用书 我们会以盒子的形式 给老师按照周或者按照月 给老师打包好 那每个月你每一周需要上什么课 你需要贩读读到哪些书 我们都给你包含在里面了 那么回家他对应借哪个级别的书 也打包好并且配好了 那么总个的话 我们会有从启蒙阶段 一直到能够读章节书 这样ABCD到E五个不同的阶段 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纸质的书 并且呢都按照统一的YL值进行分类 那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读物的这个难度级别 一个是便于老师去分类上一家 二的话就是便于学生 他知道自己当前适不适合读这本书 那所有的读物的类型也非常多 有有nonfiction的有fiction的 有各种体材的 那其实呢也包括了一些一语读物和二语读物 因为二语它的语言很简单 但是故事情节呢还是比较有趣的 能够中国的孩子跟能够读得懂 那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是有3000多册的分类阅读 它是科学成体系的 那么从A到E 那么大家会发现 A段为什么有这么多书 因为啊我们国家的孩子的启蒙阶段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们在三减零阶段 目前也是我们从启蒙阶段开始做起的 所以我们把学校配书和家庭的借阅图书 和班级的指导用书都已经做完了 那么后续我们会逐步去做B C 阅读进阶 独立阅读成长期 那么不同阶段的所有的配书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有万语册的 这样一个分级读物的图书馆 那么这个书的话 不仅局限于某一个出版社的书 我们会把这个国外的一语的 非常优质的分级读物 纳入进来 同时我们也会纳入一些国内引进版的 内容非常优质 那非常适合于做借阅的这样一些分级读物 把它整合到一起 那目前的话是有三千多册 未来我们会扩展到一万册左右 那么我们会在不断的升级和更新当中 那么对于读什么 其实对于读物的分级也是非常重要的 学生如何能够找到它最适合的难度级别 我们的每一本书后面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图上的图片 就是我们的分级读物的这个 家庭阅读包和学校范读包 指导用书的一个盒子 每一本读物后面我们都会有个标签 那这个标签是放大给大家看 都有一个YL值的标值 那么目前呢 其实根据我们的调查 很多的中国的学生 虽然有一些孩子都是初中了 或者小学高段水平了 但是呢 它的这个YL值难度水平呢 还在1.0以下 基本上的话是在 有进阅读书的八级九级这样子的水平 还没有跨越到桥梁书的阶段 所以这个阶段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是我们目前重点在做的 对于怎么读 我们会3.0的这个 这样一个尝试过程当中 我们会打造三大线上线下的系统 能够助力我们的贩读发生 那线下刚刚我们有提过 有说到就是纸质分级图书馆 让孩子一定要实体的触摸到书 有书可读 那其次呢 对于学校和机构端 我们会有专业的分级阅读平台 来能够去管理这些图书 能够进行课程的推送和 老师端学生端的一个管理 那对于学生在家 我们会有借助于智能点读笔的工具 能够让他去听一些讲解的音频 能够帮助他去解决在家做贩读很难这件事情 那具体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技术赋能的话 基本上是我们刚刚有说到机构端 他有这个老师端 有家长端 有学生端 那家长和学生端的话 就是通过APP或者点读笔 能够去查看自己的一个学习进度和学习情况 以及接收作业 那老师端的话就是一个管理 这刚刚有说到 通过技术的力量 能够更加助力我们贩读的发生 那对于孩子 他怎么去过渡到这样一个自主阅读的阶段 其实孩子的贩读也分为read to 就是我们读给他听 那这个有可能是在学校老师读给他听 在家家长读给他听 read with 就是你和他一起来读 那这个呢 更多的其实是在家庭来做的 最后呢 他才能过渡到自己独立自主自由阅读的阶段 在每个阶段上 我们会有不同的配置 那比如说在课堂 我们就会有每一周 会老师带着他一起做课堂的班级共读 那这个班级共读的话 就是在课内完成的 我们会给老师配好所有的书 那包括他启蒙阶段的自然拼读啊 最基础的一些话题认知啊 故事类啊 学科类啊 等等是话题非常丰富的 并且给他搭配好的 然后每一本读物 他怎么去讲 那么在3.0阶段 我们会给老师做好 整个贩读流程的梳理 以及你可以做的贩读活动 在学校去帮助老师来落地贩读 在家庭端 那么回家以后孩子怎么办 对吧 你让孩子家长去买书 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给机构配好 这个家庭借阅包 然后这个家庭借阅包呢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每一周 它的量是非常大的 那足够于提升孩子的大量的阅读 这样一个能力的需求 同时的话 他这个孩子在家做阅读 很多的困难就是没有办法去实施 我们每一本书书上本身有自带的音频 同时的话 我们会有智能点读笔 去帮他提取对应的讲解 那么也可以去解放家长的时间 解决家长的贩读落地困难的 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对于孩子过度到 他已经可以自主阅读阶段的时候 我们会给他除了班级的供读 家庭指导包 我们还会给他提供一些 他当前难度级别对应的拓展书单 那孩子学有余力的情况下 我们会给他推荐一些拓展的书单 那比如说像这个 牛津阅读书啊 立生小剧场啊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书 那么对于在家如何持续去读 我们刚刚有说到 家长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和问题 这个贩读要想真的落地 必须去团结家长 做好家长和学校的一个互联和互动 那么家长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们需要帮他去解决 那比如说家长的书很有限啊 孩子会不感兴趣读不懂哦 家里面家长时间有限 家长的这个自己英语不好 发音不好 或者不会讲故事 那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一块的话 基本上我们整个的半部 做了很多的事 比如说读物没有 OK我给你配好 那你可以借阅回去 每一周至少有七到十本 是可以需要去做在家的阅读书录的 缺少阅读氛围这样的一种 氛围感 那么我们会给他通过一些阅读成长记录 能够有一个班级指导的共读 能够帮助他看到自己 阅读的一个变化和进阶 那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是 我们在打游戏过程当中 能够看到自己的一个进度条 能够让学生有成就感 那同时的话 对于家长发音不好的 我们所谓的读物都会有音频 而不会讲故事的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讲解 那么就解决了他家长端很难持续去做这件事情的 一个降低这样一个难度 从而助力我们贩毒的发生 那对于未来 我们用一张图来总结一下 就是相当于我们把学生端 老师端家长端都团结到一起 我们结合了线下的纸质图书馆 加上学校校区端的一个在线的管理平台和APP 那么在家我们会借助于这样一个点读笔 来能够把三者融合起来 从而把课堂指导贩毒和家庭亲子共读 能够更好地落地 从而最终将老师学生和家长的不同角色 融合在一起打通贩毒的三个场景 实现贩毒的这样一个循环生态 让贩毒真正的发生 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在过去几年 对贩毒中国贩毒发展的一个大概的总结 以及我们做的一些尝试 那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做了不同的努力 到目前为止 我们是最新的是将技术平台 以及智能硬件工具 和我们的指示图书馆结合起来 能够切实的希望 它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和孩子 能够走上这样一条 更加高效 更加无痛的语语学习之路 那如果今天在座的 各位老师如果对这个感兴趣 或者你正好也在做贩毒这件事情的话 欢迎我们老师一起可以交流 一起去探索最适合咱们孩子的一个贩毒之路 好的 那么在线上的讲解这部分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